那個週四的行政院會之後你就要請辭了 那有決定好誰接棒了嗎 是薛瑞元次長嗎 現在還沒有定案 因為這些提名的事情也剛剛才決定 所以很多事情還是要大家來商量 所以並沒有完全的定案 早上的那個自由夜說啊 就是現在柯文哲說他氣到不想講了 那你怎麼回應 好 請 怎麼說呢 那我只能說請柯市長息怒吧 部長 接下來就是要準備畢業嗎 那你覺得你做好 是要投入下一個身份的準備嗎 現在要開始積極準備中 我想在這五年多在衛生的方面 我們都盡了很多的力氣 那很多的方向都已經訂定出來 那接下來就要到市政 那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 那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還多 部長 算是這禮拜四用會後請資嗎 還沒有定案 我說現在因為才是剛剛才決定這樣的提名 所以這事情都還沒有定案 那有加速是吳思瑤當進選總幹事嗎 這個成分比較高 我要請他幫忙 薛瑞元是你心中的人選嗎 接棒會不會的 心中的人選 我講薛瑞元次長在這幾年跟我一起打拚 不管在健保的業務 長照的業務 其實他都做了非常大的貢獻 他是我的好兄弟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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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 就有折扣了 謝謝大家 謝謝你